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在台北东区巷弄中 这家有着静谧氛围的私厨餐厅 有别于大街上的喧闹 雅致的用餐环境 是许多陶客们喜欢一来再来的地方 这里的美食起源源自台北老眷村 四四南村的回忆 老板直一的杨继安是眷村第三代 眷村菜对他而言 就是童年回忆最甜蜜的调味 因此开这家餐厅 就是想将小时候奶奶煮的眷村料理 美好回忆汇集起来 因为我是做美食的一个部落客 所以我认识非常非常多餐厅老板 那很多餐厅老板会建议我说 因为我想开餐厅 我想投资餐厅 可是我 他们都会跟我说 你要不要卖一些 发自己内心灵魂的一个料理 或是一些有回忆的东西 那其实对我来讲 眷村料理就是一个 可以激起我自己家人共鸣 我相信也可以带来 相对一些类似回忆的 一些共鸣的一个 一个餐饮的模式 所以我就选择毅然居然 我觉得南村师储 四四南村算 我们可以卖眷村算好了 决定开餐厅后 杨老板想到了 现在餐厅的合伙人Joy 多年前因为帮Joy 写过美食文章而结缘 刚好两人都有开餐厅的想法 一排即合 期望以眷村私房菜为主轴 透过时尚而富有质感的呈现 将传统眷村料理 以不同面貌与更多人分享 而为了完美还原 难忘的奶奶的味道 杨老板和Joy 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 搜寻各自的味觉食谱 与拜访家族长辈 将一道道封存于记忆之中的料理 化为盆香的美味 端上餐桌 我们小时候从小 其实这个 因为眷村就是大锅饭 大锅菜 其实我们家族人 在台湾也三代四代 其实也蛮多 大概十几二十个人 所以每到逢年过节 其实非常热闹 奶奶基本上就会做这道 我们小时候叫做蒸面的一个料理 那长大之后想要去妇科他 才知道有他的难度 然后原来他在 因为奶奶是河南人 然后一搜寻我发现 原来河南蒸面在大陆是一个 非常非常 算是普遍的一个夹常料理 可是在台湾基本上 算是很少见 这道菜就是我们 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纪念意义的 一个一道料理 那因为奶奶现在不在了 然后每次有时候逢年过节 我们家人有时候也会在自己的店里 透过这道菜去怀念奶奶当时 然后做这道菜的一个画面 杨老板将这道即将失传的料理 在餐厅重现 在这里可以吃到传统道地的 河南蒸面 采用最细的生羊撑面条制作 厨艺总监Joy更分享 会选这样的生细面可是有原因的 寄養厨面第一个它是带粉 带粉的生面呢 它蒸起来 因为每一根面条都带着生粉 所以它不会 它蒸起来放到凉 也不会结成块 像我们一般去外面吃面 你可能外带十分钟 面就是面团 全部结在一起 而我们的河南蒸面 即使你放到隔天 它都不会结成块 这道河南蒸面炒料功夫 跟看炉子过程 更是必须全神贯注 一不小心晃绳就会烧锅 而且蒸面配料 一定有以上三种才可以 编得浇干的五花猪肉片 还有豆角和黄豆芽 反复加水淋酱分两次蒸煮 第一次蒸熟面条 第二次使其入味 最后五分钟才得翻炒上色 大火收干酱汁 蒸好的河南蒸面 酱汁的味道都微进了面中 软中带点Q劲 而且有些面体 会因为在翻锅的过程 直接与热锅接触 吃起来就有一点 微微焦香的口感 与一般的面食相比 河南蒸面不死咸 更加的甘爽入味 我今天吃的这个蒸面 其实我满喜欢 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吃过 这样的食物 然后是因为朋友介绍 然后他们两个说 他们这个蒸面 其实是从生面 然后把它蒸熟 而且我觉得它的面 其实味道都满入味的 对 然后这是我以前没有吃过的 我觉得它的面是属于 收得比较干的 所以它的酱汁 就会整个都是扒在面条上面 可是一般我们可能吃的面 比较像是那种汤的面 它可能比较湿 然后面条吃起来 就比较没有口感 就会比较吃起来 有点烂烂的 可是它的面条就是 除了酱拔的很 就是拔的面很有味道 它的面还是保有一些口感 还有这道麻油冲蛋丸子汤 也是另一个洋老板的 卷村回忆 将麻油放进碗里 加拌冲浑水 对卷村孩子们 就是一碗热腾腾的日常汤品 麻油冲蛋丸子汤 这个东西是绝对绝对 扎扎实实的卷村菜 因为卷村人 我们那时候想说是刻苦刻难 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葱蛋汤 以前小时候肚子饿的时候 要什么样东西最快 那时候没有吃不起 可能连那个泡面都吃不起 那奶奶很聪明 奶奶那个生活的智慧 累积三五十年了 那直接打一颗蛋在碗里 撒上一点胡椒粉 然后淋上一些麻油 然后直接水煮开热水一冲 当下就是一锅最棒的这个麻油 葱蛋汤 它口味之香 对我们来讲葱蛋汤就是 我们那个眷村人那个时代 最快速最便捷的一个小夜 或是我们肚子饿 哄小朋友的一个食物这样子 厨艺总监Joy将这道 眷村汤品做了升级版 加入了手工芋头丸和香菜丸 更增添这道汤品的价值与口感 而且喝起来更香醇的原因 还有它特选高成本麻油 我们的麻油用的是台湾的麻油 最大品牌形成的黑麻油 来制作麻油葱蛋汤 以前是用烧滚水来葱麻油 因为我们餐厅每天都有鸡汤 用清鸡汤替代白开水来葱麻油 既然这家餐厅是以眷村菜 为主要诉求 眷村里每家妈妈必有的 独家卤味怎能缺席呢 这里的卤味拼盘也相当丰富 包括了卤牛健心 卤牛肚 糖心蛋 大西黑豆干 猪脸颊肉 卤花生等 连切的方式与沾酱都有经过讲究 调味的部分我们在牛健心跟牛肚 也做得不一样 牛肚的部分我们会使用 比较多的花椒油 让它吃起来比较麻 因为我们用片的关系 然后剑子芯我们就切成骰子状 然后做成大众口味 老人小孩都喜欢的 我们就不会淋花椒油 我们特殊的蘸酱 我们提供湖南的剁椒酱 这剁椒酱是师傅自己 淹了三天的剁椒 这里的摆盘不止增加了餐点可口度 也让客人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拍拍美食照 而且因为洋老板本身也是位摄影爱好者 加上之前当美食部落客留下的习惯 直到灯光对拍美食照片的重要性 店里还会提供专业打灯服务 让美食的回忆更加美好 尤其是这道红烧肉 每每一出场就成为真香拍照的焦点 其实它是一个湖南菜 我认识一个老导演 七十几岁 他跟我说 我曾经以前吃过一道菜 相当好吃的 叫做毛泽东红烧肉 这个菜其实算是蛮经典 毛泽东当年最爱吃猪肉 那这个菜因为有湖南的一些辣味 它的这个肉又是因为被煸过 所以它没有像台式红烧肉那种嫩口 也没有那种很富含油脂的感 所以我们的红烧肉是吃起来很扎实 有Q弹 每一次我们在自己家里宴客 我们最常招待出来一道菜 这道红烧肉使用的呢 是生坑黑猪肉来制作 煎大火油炸之后 再利用炒糖跟蜂蜜与卤汁做结合 使猪肥肉快速软化入味 经过一小时的慢火卤制 厚达一公分的猪皮 吃起来就像麻吉一样Q弹 一丝惹人厌的猪腥味都没有 而且明明是肥肉为主 但烧得一点都不腻口 尝起来咸中带着甘甜微辣 用挂包夹好夹满 此时呢吃一个下去 软绵绵的老面做的挂包皮 加上咸甜香的大肥肉 咬下去真是超级满足 连不敢吃肥肉的人 也都整个挂包吃光光 因为它红烧肉看起来 就是颜色很深 可是它其实味道不会很咸 所以而且它的那个肥肉的部分 其实很Q弹 所以不会像我们一般吃到肥肉 会觉得很油腻 同为合伙人的厨艺总监Joy 是一位扎根饭店业十多年的餐饮管理者 对生活品质要求极高的他 喜欢四处旅行接近大自然 本身呢也是一位美食实践家 所以在食材的选用完全一丝不苟 对于美味绝不妥协 我们餐厅看得到的除了沙拉油之外 是大桶的 基本上我们公司没有大桶的原物料 像我们的猪肉我们的鸡肉 基本上是谁养的 从哪里来的我都会知道 我才会让它在餐厅使用 让客人吃得到 青江臭豆腐是延续一贯的 上海市富贵人家吃的臭豆腐 软嫩的臭豆腐 人家常常讲上海人吃臭豆腐 就会把嘴皮的里面这一层皮给烫货 代表温度够烫 够入味 然后才是臭豆腐好吃的标准 主要在炒料的时候 我们加了比较多的辣椒油 所以我们的臭豆腐吃起来是微辣的 这道清蒸臭豆腐 事到看似简单 却有着繁复工序的极品菜色 酱汁使用辣肉 香菇丝 虾米 以及毛豆提味 再加入秘密武器 皮线的豆瓣酱炒香 之后放入软嫩的臭豆腐 经过大火蒸笼洗礼后 一入口就能品尝到 吸满了咸香辛辣的汤汁 微麻 微辣中带着清爽不油腻 真是过瘾极了 我觉得它那个臭豆腐还蛮好吃的 因为一般臭豆腐在台湾的话还蛮常见 但是它的口感比外面的臭豆腐 再暖嫩一点点 然后非常入味 然后它上面看起来有红油 好像看起来很辣 但其实是还蛮提味的 这个辣度刚刚好 我自己很喜欢那个臭豆腐 就是它端上来的时候 它还会特别交代说 你一定要趁热吃 所以它就是很讲究这个料理的 包括温度 还有所有的细节 然后它的味道很够 我觉得很值得试的一个菜 因为它不会很多太多的大鱼大肉 有些小菜 那吃起来就是很舒服 很自在这样 杨老板及Joey这两位美食实践家 请力将眷村风味的餐点质感继续提升 同时也希望在美味的原点上 努力寻回大家记忆中的古早味加肠味 让客人在品尝时能真切感受到 他们料理的灵魂所在 那其实我们应该每天要补充 适当的纤维质跟矿物质 所以我们想要开一间就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餐馆 我们在当然拿下一个小偷用写 给我们下一个小偷用完 好 而且更交叠 更快 我们下一个小偷用冬 黑带一个小偷用冬